歡迎光臨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幾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林鄭昨天在Facebook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他竟然斥責英國政府背信棄義 另一宗消息就是大陸的法律學者田飛龍 就放風出來說預料人大常委會會在3月份的時候進行釋法 到時再會推出一些針對BNO的措施 最後一宗消息就是英國智庫經濟學人 今天就公佈了2020年的全球民主指數 在167個國家和地區當中 香港的排名就暴跌到只有87位 較上年跌了12位 排名還低過泰國、菲律賓和孟加拉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去看看林鄭那篇貼文是說什麼 他就宣稱 英國政府違背承諾 為BNO人士提供居應權和入籍的路徑 中央政府採取反制措施 特區政府就即時作出配合 並且在新聞公告當中 暗指英方這次冒著背信棄義之名 實有其經濟利益的考慮 最後那段林鄭就做了一個首尾呼應 他就說 不要以政治作為包裝 滿口歪理 甚至是違背承諾 為經濟目的護航 其實他說這番話 我認為 是有多少的邏輯矛盾 第一 就是一般的民眾都會認為 現在英國政府 為BNO人士提供居應權和入籍的路徑 其實就是背負道義責任 但是林鄭反而就說英國政府現在是背信棄義的 當然林鄭說這句話的基礎 其實就是講中英聯合聲明當中那份的互換備忘錄 問題就是 其實英國方面對於這件事都已經解釋過很多次了 但是林鄭仍然是說這些說話 基本上 他的感受和一般民眾的感受有很大的差距 一般民眾只會認為英國政府背起了道義責任 但是林鄭認為英國政府是背信棄義 第二件事就是 他現在就指責英國政府 以政治包裝為經濟目的作為護航 這句話本身也很搞笑 為什麼呢 因為拿來做包裝的東西 他就肯定是好東西 是具有正當性的 是別人都會接受他認同他的東西 沒理由拿一件壞的東西來做包裝 說不通 現在林鄭就說英國拿政治來包裝經濟 難道連林鄭也認為 英國所提出的政治原因是對的 是好東西 故此他才拿來包裝經濟 是不是這樣 他其實說這句話是政治不正確的 因為他是身為香港的行政長官 他沒理由這麼說 所以這句話或者這篇稿 不知道誰幫他量度 這份稿是有問題的 在於他的身份 是不應該這麼說的 哈哈哈 然後 他又說到英國的真正目的是經濟 他說什麼呢 他裏面說到 說英國的地產發展商 明顯就是港人為主要銷售對象 翻開過去兩個星期的主要報章 竟然有多達二十幾個關於英國樓盤的廣告 而他認識的本港企業家 有幾位就在倫敦擁有整棟的商業大廈 而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 我又看不到什麼問題 所謂一個願打就是一個願挨 人家願意去英國買樓 肯定就是覺得那樓是適合他居住 或者適合他投資 他才會去買的 有什麼問題才行 這個正正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那個珍貴之處 就是要基於法治的 就是保障私有產權 沒問題的 甚至乎林鄭自己也說 根本上有些英國的地產發展商背後 都是港資企業 那有什麼問題 他引用這些例子是想說明什麼呢 其實他就應該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當英國打開了這道大門以後 會有為數不少的香港人 是願意離開香港 移居到英國 這個才是作為一個 地方行政長官 他應該思考的範疇 你比如說非洲打開大門 你說會不會有很多香港人去排隊申請簽證 我猜就未必會有 是不是 為什麼英國打開了門口 會有那麼多人去移居呢 如果你是管治得好地地 一國兩制又真是好似 當初大家想像地去落實執行 而在基本法裏面對於香港人 所作出的莊嚴承諾 又真是兌現了 會不會有那麼多人擁有一個移民的念頭 甚至是付諸行動 林鄭有沒有想過這一方面的事情 你不是只是在這裡說別人這樣那樣 那你自己本身有沒有責任 如果別人比你的 就不會有那麼多人走去移民 是不是 說不通的 不見有人移民到非洲 不見有人移民到南美洲 為什麼會有人移民到英國呢 你自己也要想想 包括你自己在內 林鄭 你的老公和兩個兒子 到現在都未曾放棄英籍 你自己也曾經說過 在英國的日子你是很開心的 那已經說明了一切 還有什麼好說 難道你現在說要收回當日的言論 真的 好了跟著下去又再說一下大陸的法律學者田飛龍 今天接受訪問的時候又說到 預料 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快就在三月裏面 就著國籍法進行第二次釋法 到期時就可能會規定 透過BNO入籍英國的人士 就不能夠享有香港的投票權 居留權 和福利權 他就認為 釋法以後 特區政府也需要相應 修改涉及本地的選舉 公務員 以及社會福利的法律 他就說 如果透過BNO成為英國公民 仍然按照香港永久居民去投票 如果這部分BNO人士有幾十萬人 到期時香港的愛國者治港就會受到嚴重威脅和挑戰 變成了英國人治港 實際上 這些大陸的法律學者經常 就拿這個投票權出來說 但是我也三番四次這樣說過 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還有多少香港人在乎他的所謂的投票權 或者是被選舉權 基本上大家已經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你喜歡全部拿去選 你喜歡全部做 那你就做了 香港人到現在這一刻 都已經是沒什麼所謂的了 因為大家都看清楚了 亦都接受了 有些事情是改變不來的 你喜歡選民建聯也好 工聯會也好 甚至乎整個紫荊黨進去 那怎麼辦呢 你喜歡就取消了BNO人士的投票權 那些人走得都不會恨你的投票權 你不要以為香港人真的很喜歡投票才行 在過去那麼多年以來 投票率都不是很高 沒有多少次是過百分之五十 如果只是說區議會選舉 是2019年那次才說那麼誇張上到七成多 九七之後那麼多屆的區議會選舉 每次都不超過五成 最多都是四成半左右 三成多都試過 那為什麼突然那麼多人出來投票 很明顯就是因為那個時勢逼出來 那麼簡單 你以為那些市民很喜歡 投票很踴躍嗎 不是因為發生了2019年那麼多事件 會有那麼多人出來投票 但是現在市民都看清楚了 原來選之前DQ一些候選人又可以 但是想你選贏了之後再DQ他又可以 那麼選不選都可以了 所以你現在說要剝奪那些 拿BNO入籍英國的人那個投票權 那你就剝奪了 我想都沒有什麼人會出來反對 你喜歡你就剝奪了 還有剝奪那個永久居留權 還有福利權等等 這些其實都不新鮮 之前那一兩個月吹風 大概那個風向都是在說這些 其實也是這些 那你還可以怎麼做呢 再不是 在拿回強積金方面 是有一些障礙 不是那麼多 接下來就再看看英國智庫經濟學人的發表 他們就公佈了 2020年度的全球民主指數 在167個國家和地區當中 香港就排到第87位 較前年就跌了12位 過去8年 被列入這個有瑕疵的民主類別 今年就跌入了這個混合政權的類別 那麼這份報告怎麼評述香港的民主發展呢 人家就這麼說 說香港的民主狀況 連續第二年惡化 只是獲得5.57分 也都香港的下跌幅度 是整個亞太區當中的第二大 僅次於是剛剛發生軍事政變的緬甸 就是說下跌幅度跌了12位 那份報告還說 特區政府壓制對於政治改革的討論 並且實施了港區國安法 限制香港的政治自由和破壞了司法獨立 而在去年有多名的民主人士被捕 數以百計的示威者被監禁 而當局也繼續鎮壓反對者 所以那個排名就變成這樣 暫時特區政府就未曾回應經濟學人的這份報告 那到底大家覺得這個評分究竟是不是客觀和準確呢 10分當中有5.57分 那我就覺得這個分數也挺高 但是就不知道他怎樣來評出來 他到底這個分數背後的組成結構是怎樣呢 報道沒有說 看看亞洲其他地方的情況 澳洲和紐西蘭保持著完全民主的水平 至於新增了三個地方 達到完全民主 分別就是 日本 韓國 和台灣 這份報告也是很反映得到 現實情況 香港的分數 5.57分 大家評論一下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